这件事情之后 崔记泽和江仁浩虽然对朝鲜族船员极为痛恨 但是却不敢再打他们了 于是换了一种方法来虐待这些人 四名印尼船员离船之后 崔记泽把他们的任务全部交给了朝鲜族船员 而没有留给剩下的六名印尼人 最后的一个月 朝鲜族船员除了崔万峰以外 都在超负荷的工作 很快就顶不住了 全在千回忆说 七月份的前二十七天 我每天的睡眠不超过三个小时 原本我和江仁浩分别带两个班组 但是轮到江仁浩值班的时候 他也把工作推给我 自己跑到食堂里去喝酒 这样坚持了一个月 我实在受不了了 有一次晚上值班 我差点睡着掉到大海里 这是韩国人故意整我们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其他的朝鲜族船员没有全在千这么辛苦 但是每天工作也在十八个小时以上 人人都是疲劳不堪 至于曾经抓住崔基泽的李春胜 被安排在最靠近冷库的一张床 每天晚上啊 他都被冻得全身发抖 躺在那上面度日如年 这么又坚持了一个月 朝鲜族船员都觉得 不能再这么干了 命都要没了 可是他们无力抗争 签合同的时候有一条 韩国船主有权利安排工作时间 说白了啊 人家就算让你二十四小时干活 你也没法说什么 这就是一张卖身器 没有什么文化的朝鲜族船员 当时根本就没拿这么一个霸王条款当回事 没注意到 7月27号 除了崔万峰以外的其他六名朝鲜族船员 都决定不要两万块押金了 要离船保住自己的命 这里啊 就要提到 崔万峰 他呢 是全在签他们通话的老乡 之前也挨过他 崔万峰是中国人中 所谓的聪明人 很快就开始转变态度 拍韩国人的马屁 和自己的同胞开始保持距离了 由此 他也得到了韩国人的特殊关照 他的工作时间比较短 从事的工作呢 也比较轻松 平时 崔万峰几乎不和朝鲜族老乡说话 也不参加他们的讨论 即便是 大家都住在同一个船舱里 全在签他们对崔万峰怒目而视 认为他是个叛徒 是小人 就在大家犹豫 是不是马上下船的时候 一件事情促进了他们的行动 7月28号 全在签奉命 把印尼船员卢比 送到附近的一条韩国渔船上 让他回家 这期间呢 两艘渔船的船长 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被全在签听了个清清楚楚 崔基泽对另一个船长说 这个无赖 也就是说卢比啊 他敢拿刀跟我们对质 中途弄死他 扔到海里吧 全在签大吃一惊啊 身体都开始抖起来了 这哪儿还是船长啊 这是土匪啊 无论崔基泽说的是真是假 全在签第一次意识到 可能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说来也是 就算崔基泽把他们都杀了 全扔海里 又有谁知道呢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难道都去洪都拉斯 找军政府做主吗 全在签把这件事跟大家伙一说呀 其他人立刻表示 马上下船 钱不要了 命重要 28号当天 全在签代表大家 和崔基泽谈话 表示希望立刻下船 崔基泽呢 不置可否 似乎在考虑什么事 7月30号 全在签白中范 崔日葵 崔锦浩 朴君南和李春胜 再一次找到崔基泽 表示不要押金 我们要下船 出乎意料的是 崔基泽竟然非常爽快地同意了 不过他有一个要求 必须由朝鲜族船员 写个申请书 这上面说明 是他们主动要求下船回家 而不是被打被骂才回家的 对这个朝鲜族的船员也同意 反正都要下船了 两万块钱也不要了 怎么写这申请书 那还有什么关系啊 有李仁希 手写了一份下船保证书 全在签和其他五名伙伴 在保证书上签名 摁手印 拿到了这份保证书 崔基泽立刻换成了一副 猙獰的嘴脸 他立即在保证书上写道 六名中国人登船之后 不服从船长和甲板长的指示 随心所欲拒绝工作 并且手握凶器 企图杀害船长存在暴行 决定驱逐出船 随后他宁笑着说 狗崽子们 你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我耍你们呢 你们要说是被我打了才下船 我的公司恐怕要处分我 让我承担损失 现在 你们承认是自己要主动下船 没有被我打过 那就轮到你们倒霉了 崔基泽咆哮着说 我们马上会开往西萨摩亚 你们会因为暴力行为 在西萨摩亚的拘留所 待上三个月 在拘留所吃住 发生的一切费用 你们自己负责 等你们的家人寄来足够的钱 才可能放你们走 如果没钱 你们就一直在那儿关着吧 至于史乡西萨摩亚的一切费用 包括燃料费 全部由你们六个狗崽子负责 加上你们押金的损失 机票 每家至少要拿出十多万 你们这些臭药饭的 你们能拿出十多万 恐怕得让你们的老婆女儿 来韩国卖银了 这时候 朝县族船员才明白重计了 忍不住大声的辩解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你讲不讲理啊 我们没犯罪 凭什么坐牢啊 可这一回啊 韩国人早有准备 一瞬间 甲板长江仁浩 机械师朴松胜 机械师金昌烈 厨师长徐长珠 机械师金新日 一共五个人 全部拿着铁棍 长刀 斧头 站在了船长崔基泽的后面 他们异口同声的指责 就是你们 让我们损失了钱 你们要负责 最后 船开往西萨摩亚 无奈之下 全在签他们六个人返回船舱 感觉这天呢 都要塌下来了 大家商量了一通 决定呢 去求求情 至少别让他们坐牢啊 全在签 代表大家 去求大副李仁熙 希望他呢 能够帮着说点好话 李仁熙 无奈地说 我说话已经没用了 你们自己去说吧 今天船长还跟我说 要是再敢帮你们 就让我也进西萨摩亚的拘留所 我自己也有老婆孩子 我能怎么办呢 无奈之下 全在签拿出两盒珍藏的安宫丸 这是朝鲜族的神药啊 拿着这个敲响了崔基泽的门 他非常诚恳地说 我老母亲有病 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全靠我一个人 我们都是农民 十几万的债 一辈子都还不清 就跟要我们命是一样啊 大家都是一个民族 说同一个语言 别对我们赶尽杀绝 两万押金我们都不要了 希望你能让我们像印尼人一样 自己离开 不要送我们去监狱 崔基泽面无表情地说 我会考虑的 你先回去 全在签前脚刚出船长室 后脚崔基泽就把两盒安宫丸给扔了出来 看来求情是没用了 7月31号和8月1号这两天 船依然笔直地向西萨摩亚开过去 韩国人一定是要让他们坐牢了 8月1号晚上10点 灰心丧气的白中饭拿出了几瓶珍藏的烧酒 大家痛饮了一番 慢慢的都有点喝醉了 他们纷纷地说自己家庭的困难 十几万绝对拿不出来 就是借也借不到 如果去了西萨摩亚 拿不出赎金 那就只能坐一辈子老 全在签曾经听说过 曾经有中国船员被关到了海外的监狱 因为没钱交赎金 被看守和犯人百般地殴打 还不到一年就送了命 到现在连尸手都没找到 白中饭愤愤地说 韩国人这么干 不就是让我们死吗 太毒了 不知道是谁 把这酒瓶重重地扔在地上 说 他们让我们死 我们偏不死 就算是死 也要拉几个垫被的 先把他们都杀了 这句话 立刻得到了其他人的赞成 对啊 反正我们也活不了了 不如把他们先杀了 这些人不是好东西 全都该死 带着酒劲 这个血腥的建议 被大家通过了 六个人草草地制定了计划 有权在签出面 把韩国人呢 一个一个地引诱到操作室 其他几个人拿着鲨鱼的长刀 埋伏起来 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掉 这六个人罪得都不轻 也没有更详细的计划 也没想杀完人之后该怎么办 全在签提出来 正在操作的是大副李仁熙 他没为难过咱们 不要杀他 大家都同意 对 他算是个好人 全在签和其他几个人 装作去看李仁熙操作 突然从身边把他给摁倒了 李仁熙还以为他们开玩笑呢 说别闹 我操作呢 船都要翻了 几秒钟之后 李仁熙的嘴被堵上了 绑成一个宋子模样 丢在小小的饮料室里 计划正式开始实行 全在签敲响了船长崔姬泽的房门 李春胜 崔锦浩和白中范 三个人埋伏进操作室 朴君南和崔日葵两个人 藏在船员寝室的走廊里 他们拿着鲨鱼的长刀 铁棍还有救生符 这儿呢 就出现了文章开始的那一幕 多年以后 全在签回忆 他说 敲响船长室的时候 我突然有点心软 崔姬泽虽然坏 但毕竟只有33岁 他的孩子应该也很小吧 乱刀杀死了崔姬泽之后 第二个目标自然就是甲板长江仁浩 全在签借口船长有事找你 把睡眼惺忪的江仁浩骗到了操作室 他前脚刚迈进去 迎面就砍了一斧子 江仁浩虽然有一百三十公斤那么沉 可扶兵逆的时候 曾经做过海军陆战队的班长 身手相当的灵活 他猛地向后一跳 躲过了崔锦浩的这一斧子 最后 江仁浩用力地关上舱门 试图挡住里面的崔锦浩和朴军南 就在三个人用力推门的时候 崔日葵从后边一刀刺过来 江仁浩躲避不及 这一刀呢 扎进了臀部 他一声惨叫 向后塞倒 崔锦浩和朴军南用力推开舱门 用长刀和斧头 对江仁浩各砍了一下 由于江仁浩曾经毒打过他们 所以这三个人下手都非常的重 这一斧子下去 江仁浩肥胖的身躯 几乎被劈开了 可是 他没摆掌这一百三十多公斤呢 不是那么容易死 江仁浩依然在痛苦的 身吟 倒气 呼救 害怕他会惊醒其他的人 大家顾不上继续补刀 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 可是 他太沉了 三个人抬不动 只好呢 请全在千四个人一块来抬 他们 把还在喘气的江仁浩 扔进了汹涌的大海 海上 浪高有五六米 又是在大洋中间 扔进海里 只有死路一条 第三个目标 机械师朴松胜 在殴打朝鲜族传员的时候 朴松胜曾经推波助澜地骂过脏话 他是在熟睡当中被叫醒的 晕头晕脑地进入操作室 后脑勺顿时就被砍了一刀 他大声呼救 几秒钟又被砍了好几刀 当时就昏死过去 朴松胜的呼救声 完全被风浪掩盖 砍晕他之后 朝鲜族船员顾不上检查 他是不是死了 直接扔进了海里 第四个目标 是机械长金昌烈 这人比较机灵 从全在千 不对劲的眼神当中 察觉到了危险 走到操作室门口 金昌烈发现 里边站着的人身材瘦高 不是那矮个船长崔姬泽 他觉得事情不对 无论如何都不进操作室 里边的金日葵等不及 偷偷绕到金昌烈身后 挥刀就刺 金昌烈只顾着和全在千在争执 冷不防左边肋骨被扎了一刀 惨叫一声带着伤向后就跑 随日葵大惊赶紧挥一刀追赶 一群人跑到船尾 抓住了亮亮呛呛的金昌烈 扔进了海里 这过程中啊 金昌烈拼命地抓着铁栏杆 不松手 大声地哀求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是机械掌 机械掌 我可以修船 傻红了眼的朝鲜族船员 哪还管有没有人修船呢 一脚就把他踹了下去 第五个目标 是厨师长徐章柱 徐章柱刚走进操作室 就闻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血腥味 他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 几秒钟之后 白中范一铁管砸在了他的后脑上 徐章柱马上昏了过去 被活着扔进了大海 杀了五个人 花了很多的时间 这时候呢 已经是五点多了 天已经开始亮了 第六个目标 是55岁的机械师金新日 金新日年龄比较大 社会经验丰富 他之前呢 隐约听到了有人呼救 就感觉很害怕 权载千用尽了方法 好不容易才骗开了他的房门 把他带到甲板上 刚上甲板 金新日一看 这满甲板的血 马上大声呼救 往回跑 凄厉的呼救声 惊醒了三名印尼的船员 三个人跑上甲板 眼睁睁地看着金新日 被逼到渔船的一角 被乱刀砍倒 最后被扔进大海 三名印尼船员吓得全身发抖 摊倒在甲板上 他们怕把他们也杀了 这时候 六个朝鲜族船员的酒啊 已经醒过来了 开始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三个印尼人能留着吗 看见他们杀人了 不过全在千认为 印尼人跟咱们一样 都是被韩国人欺负的 不杀他们 但是如果放了他们 印尼人就会成为证人 想来想去啊 只有一个办法 让印尼人也去杀一个韩国人 这样印尼人也成为了杀人犯 不敢去作证了 可目前 船上只剩下了一个韩国人 李仁熙 开始就说不杀他的 现在要杀吗 突然有人想到 不对 除了李仁熙 船上还有一个韩国人 是谁啊 当天零点三十分 一艘叫东元212号的韩国渔船路过 听说他们的船要去西萨摩亚 东元212号就送来了一个韩国小伙子 这小伙子叫崔东浩 是实习船员 刚19岁 受不了船上艰苦的生活 得上了盲肠炎 要马上送到西萨摩亚的医院去治疗 让印尼人杀了他 崔东浩和他们素不相识 连话都没说过 无仇无怨呢 可是如果不杀他 那就得杀熟悉的李仁熙 或者这三个印尼人 权衡起来 只能怪崔东浩自己倒霉了 他被带到甲板上 惊恐地发现一群手持刀斧的人包围着他 有的刀上还在往下滴着血 崔东浩吓得跪在甲板上 剧烈地哆嗦起来 三个印尼人为了自保 疯狂地抓住崔东浩 把他拖向大海 崔东浩吓得大声地哭喊 不要杀我 我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我才十九岁 他说什么都没用了 被直接扔下了甲板 几个臣服之后 就消失在了大洋之中 这时候 船上还有另外三名 没杀过人的印尼船员 和朝鲜族同乡崔万峰 大家商量一通 他们觉得 这四个人都不可靠 甲板上这么乱 这三名印尼船员 或许看到了他们杀人的场面 可以作证 绝对不能留下 至于崔万峰 对他们六个人 那是知根知底啊 如果放他走 一定会报警 也不能留 这时候 大家已经完全地清醒了 开始有了点同情心 恢复了一些人性 他们不愿意再动手杀人了 于是 权在千处面 把崔万峰和三个印尼人 骗进了冻鱼的仓库里 想呢 把他们活活地冻死 在他们看来 这种死亡的痛苦啊 不大 那里边 零下四十五度的低温 最多半小时也就送命了 还能留个全尸 谁知道 仓库的冷冻装置 出问题了 始终保持在零度上下 连续冻了四天 这四个人呢 还没断气 八月六号晚上 权在千偷偷地把门打开一条缝 他发现 隋万峰已经不能站着了 隋万峰挣扎着坐起来 非常吃力地说 权大哥 之前是我不对 我巴结韩国人 我是叛徒 求求你啊 看在我孩子还小的缝上 你千万别杀我 我可以把印尼人杀了 你给我刀 我马上就杀给你看 你千万别杀我 权在千 看着挣扎当中的崔万峰 确实有点于心不忍了 可事已至此啊 哪怕放了三个印尼人 也不能放了对他们了如指掌的崔万峰 又过了一天 这四个人还没断气 船呢 却快靠近日本了 权在千 他们等不及了 把崔万峰四个人拖出来 全部地扔进了海里 到这儿 他们一共杀了十一个人 七名韩国船员 三名印尼船员 和一名中国船员 被关在船舱里的李仁熙 没有看到他们杀人的场面 却听到了印尼船员 和中国船员崔万峰的哭喊声 他们不停地敲打渔舱的墙壁 求中国船员放他们出去 最后 李仁熙听到了四个人 声嘶力竭的哭喊声 和落入水中的扑通扑通的声音 李仁熙面如土色 自言自语地说 疯了 他们全都发疯了 无论是回到中国或者去韩国 朝鲜族船员都是死路 只可能去日本 还有点活路 他们决定 把渔船驶向日本 偷渡上岸 可全在签他们 低估了李仁熙 和另外三名印尼船员的能力 他们 一如惊弓之鸟一样 认为自己啊 很可能会被杀死灭口 他们决定自保 先下手为强 渔船距离日本鸟岛西北五英里的时候 他们终于等来了机会 五名朝鲜族船员正在船舱里睡觉 李仁熙和三名印尼船员悄悄地把这门堵起来 随后合力打倒了全在签 把他捆起来也扔进去 又把这门呢 从外边彻底的焊死 没过多久 日本的军舰赶来 把全在签他们全部逮捕 遣送去韩国 当时韩国媒体照例维护自己人 韩国人对外籍船员的虐待 韩国媒体只字不提 甚至呢 还故意地隐瞒船员的朝鲜族身份 只说是中国船员 中国船员被描绘为贪婪凶残的恶魔 为了钱肆意地杀害韩国人 媒体大幅标题 中国人冷血杀人 赤裸裸的海盗行为 杀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屠夫 等等等等 在媒体的煽动之下 韩国民众群情激愤 一致要求处死这六个人 果然 一审当中 全在签他们六个人 全部被判处死刑 万分危急的时候 后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 突然站出来 他自愿为朝鲜族船员辩护 他是后来的韩国总统啊 各位 当时还不是 当时的总统是卢武炫 因为为中国人辩护 文在寅还被媒体骂 是无耻的叛徒 中国人的走狗 为恶魔辩护的无良律师 但是文在寅不为所动 通过和中国朝鲜族律师 赵峰的联络 他得知了事件的真相 随后 文在寅公布了六名朝鲜族船员 备受虐待和逼迫的事实 同时指出 他们也是朝鲜人 另外 文在寅找出了崔基泽 去年殴打印尼船员重伤的 前科文件 以及这次先行离船的印尼船员 通过使馆抗议船长 殴打的投诉书 由此 韩国民众的看法开始扭转了 转而同情这六个朝鲜族的人 在民意的支持下 二审只判处了全在迁死刑 另外五个人是无期徒刑 为什么全在迁死刑 他主动地承担了主谋和指挥者的责任 他认为自己年龄大了 另外五个还都是小伙子 路还长 最后万幸 全在迁也没有被处死 在文在寅的努力之下 当时的韩国总统卢武炫 给全在迁特赦了 转为无期徒刑 目前这六个人还在韩国服刑 这都二十多年了 唯一幸存的韩国船员李仁锡 这件事之后 留下了非常大的心理阴影 多年之后 他还处在惶恐当中 根本就不敢出海 每当有媒体问起当年的事情 李仁锡翻来覆去就是一句 疯了 他们全都发疯了